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三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遭到全球谴责制裁 中共也在观察以武力犯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在乌俄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更加关注台海局势 5月3日 美国五角大楼最高将领米利将军向国会听证会表示 中共仍然将台湾视其为目标 并计划在2027年前具有武力攻台的能力 他指出 美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越加不稳定的世界局势 现在正面对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大国 而这两个国家都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规则秩序 他说 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升高 并且指出 习近平已经设定好目标 要求中共军队在能力上做好准备 但是米利也表示 重点是美国有盟友 而中共没有 日本海军 澳洲海军 还有其他盟友和伙伴都会与美国合作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会上也提到 美国将中共列为挑战 俄罗斯则是紧急威胁 五角大楼主要军力部署重点仍然会锁定对抗中共 新的年度预算60多亿美元都放在了太平洋阻吓倡议上 会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 基础设施 还有备战能力 5月2日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演讲当中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也提到 中共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正在积极地加强军备建设 而肯德尔也认为 虽然俄罗斯目前吸引了国际资源 还有注意力 但是中共仍然是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主要威胁 因为他们渴望称霸全球 目前习近平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而因为清零政策的国内反抗声浪也不断 5月4日 中共多家党媒报道说 由于政府抗议不力 美国大约有20万的新冠孤儿 拷问华盛顿良心 文章中还说到 新冠孤儿折议美国梦 是超级大国的悲哀 这番评论再次出现了大翻车现象 网民们纷纷质疑党媒的造假 并以中国各地疫情封城为例 要求当局拷问拷问自己的良心 有网友说 该拷问的不是华盛顿的良心吧 现在这个当口上 就别操人家的心了 先问问某地有没有良心 拷问拷问自己吧 还有的网友说 这个数据有点扯呀 大约20年间 美国人到中国收养了将近9万名孤儿 都是遗弃的女婴或者是残疾孤儿 还有的网友一针见血的说 全世界人民都是水深火热的 只有核酸大国生活这么幸福 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 虽然可笑 但是我觉得有点悲凉 他说 坚持防疫政策 坚持动态清零 等我老了 尸体要送到殡仪馆 拿不到48小时的核酸码 直接丢核里就行 大力支持防疫 美国代理驻日本大使谢长廷近日 怒怼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辉的一段话中提到 马晓辉先生恐吓说 中国人不怕鬼 不信邪 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和能力 谢长廷说 什么是邪 最近有好例子 像为了政治算计 暗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残害人民 在我看来就是邪道 其实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民还是有良心的 爱和平的 不信鬼神的只是少数人 而这些少数人残忍凶暴 活着摘器官 无恶不作 他们本来就是鬼 当然不怕鬼 据福克斯今天的报道说 乌克兰国防部最近援引俄军内部泄露出来的消息 俄国的侵略行动可能还会在持续大约4个月 直到9月份才会结束 而且俄国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计划 在2030年前 俄计划将克里米亚等乌克兰南部领土 一并纳入俄罗斯 以便这些地方能够进一步融入俄国经济空间 报道中说 乌克兰曾经在3月中旬指出 俄罗斯要求武装部队加快侵略的脚步 为了在5月9日的胜利日宣布打赢乌克兰的消息 不过 乌克兰最近取得俄国内部流出来的消息 改口声称为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最快将会在2022年的9月份结束 乌克兰军方5月4日表示 尽管俄军在多条战线上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攻击 但是俄军在所有卢干斯克 还有顿涅斯克地区安全的目标 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乌军还表示 俄罗斯5月3日晚上的导弹 袭击了交通基础设施 导弹在乌克兰的中部还有西部 至少击中6个目标 这可能是为了阻碍乌军运输军事装备和物资 因为袭击发生以后 有超过40列火车延误 而就在此时 乌克兰可能再获得一个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官员开始讨论对乌克兰进行军援 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俄罗斯军队残害平民 所以以色列的中立立场有点站不住脚 以色列为了不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拒绝西方要求为乌克兰提供武器 根据报道 目前以色列讨论中的军援 不包括防御系统或者是进攻性武器 主要是以防御性武器为主 随着战争局势的升级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在5月3日宣布 现任驻欧以及驻飞美国陆军司令卡沃里 已经被拜登提名为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未来将会统领驻欧10万美军 他将协助乌克兰军援运输 以及对乌克兰部队人员进行各项培训的计划 包括火炮、无人机等等训练计划都在内 如果卡沃里确定担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将会统领美国驻欧全部的兵数 在今天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 今天5月4日突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白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这次军演是事先规划的 要测试大量军用车辆移动 是为了评估白俄罗斯军队战斗力就绪的程度 并强调这一次军演不会对乌克兰等等邻国 或者是欧洲构成威胁 但是白俄罗斯国防部 以惊奇一词来形容这次大规模动员军演 并发布了军用车辆照片 包括坦克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情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十分亲俄 据官员透露 就在前一天5月3日 他还跟普京谈话 两个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就是俄国在乌克兰的这场行动 就在白俄罗斯宣布军演的消息以后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说 不排除俄国在某个时间点 让白俄罗斯的部队上场 所以乌克兰方面也做好了准备 基辅也会严密地观察这次军演 美国与西方国家近日指出 由于俄军在第二阶段的乌东顿巴斯之战 没有进展 俄罗斯可能全面动员俄罗斯的后备翼军人 并将他们投放到乌克兰战场 同时会入侵摩尔多瓦 俄军将从西面挺进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奥德萨 打开俄乌战争的新战场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 他表示 从现在军事态势来看 5月9号战争持续升级的几率 我觉得是相当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 这个俄罗斯的官员就提到说 他对乌东地区稳定占领或湖南地区 把黑海的港口的部分任何正面表态 说第二阶段的军事系统或军事目标已经达成 如果真的5月9号开始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 再度审级的话 几乎就是确定这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国际格局就会加速变成一个两级的体系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集团 第二就是以中国为首的维权集团 俄罗斯在乌西摩托巴这个地方 其实有部署部队在那个地方 这个消息其实是从3月份就开始 他从乌西地区往南直接直取 欧地萨乌克兰沿黑海的这个沿岸 依照美国的估算 其实事实上从5月24号战争爆发开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部队不到20万 那俄罗斯的场备定大概是90万左右 战斗部队大概是70几万 他大概投入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军力 就在欧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之际 今天5月4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提议 分阶段禁运俄罗斯石油 他表示 欧盟计划将会在6个月的过渡期以后 禁止成员国进口俄罗斯的原油 8个月后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石油 除了石油以外 最新一轮的制裁将会冲击俄国最大的银行 联邦储蓄银行 还有其他的两家银行 先前已经有好几家俄国银行 被逐出Swift支付系统 范德莱恩表示 更多俄国高阶军官将会面临资产 遭欧盟冻结和旅行禁令 但是他没有指明道姓 他提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说 你们跑不掉的 这项提议需要获得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以后 才能生效 俄国已经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禁油 丹麦和芬兰都表示支持 但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停止石油进口 因为他们严重依赖俄国的能源 周二 5月3日 收到川普背书的作家万斯 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中胜出 迎来了一场关键的胜利 万斯将会在11月份的大选中 面对民主党籍议员蒂姆瑞安 来取代即将退休的参议员波特曼 万斯此前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里 由于他和几个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基本相似 所以在胜出方面不占优势 在2016年万斯还曾经批评过川普 他的对手多次强调这一点 使万斯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里难以取得突破 然而万斯在4月中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川普总统为他背书 这一支持使他在选举日之前不到三周的时间里 民调开始明显的提升 而这也被认为是对川普在美国共和党内的实力 以及他扮演的缔造者的能力的一个关键考验 川普承认 万斯曾经说过有关他的负面言论 然而川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许多其他人也都说过 他相信这位俄亥俄州的作家已经回心转意 川普还让万斯出现在了自己俄亥俄州举行的集会上 这几乎是任何参加竞选性全州初选的共和党人 都梦寐以求的联合亮相 但是由于其他共和党人 也在支持俄亥俄州其他候选人 比如像参议员克鲁兹 他是支持这个州的前财务主管曼德尔 还有川普的前白宫顾问康威 他则支持前俄亥俄州共和党主席严肯 而参议员兰德保罗则是支持投资银行家吉本斯 这使得这场初选变成了考验川普实力的战场 川普前幕僚米勒5月3日 也赢得了这个州第七选区联邦共和党众议员的提名 万斯和米勒的胜利 都证明了川普在俄亥俄州候选人背书的力量 在全球供应链出现断供与乌俄战争下 美国制药和军工产业的制造蓝图 成了中共的新目标 美国资安公司周三5月4日发布了报告指出 从2019年起 中共从美国、亚洲等等全球30多家跨国企业 窃取了大量的商业机密还有智慧财产 据CBS News的报道 一个被称为寄生风行动的窃密行动 APT41与中共政府有关 这个组织已经多次入侵北美、西欧 还有东亚30多个科技、能源、还有制药等等产业的跨国公司 网络安全公司执行长耿夫说 这些黑客窃取的目标几乎都是中共定下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 去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名与APT41有关的中国人 涉嫌参与了对多国政府、企业的网络攻击行动 去年4月份分析人员利用反向工程发现了APT41的黑客 在他们所侵入的系统中已经具有完整的存储权 黑客可以任意的取走任何东西 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巴特上周在一场演讲中指出 中共有一套庞大、复杂的网络窃密计划 中共进行的网络入侵活动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 这类活动的总和还要多 据金融时报在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政府计划对180多个国家提供监控设备的 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大厂海康威视实施制裁 报道中说由于海康威视被指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民众 并将其监控技术输出海外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海康威视施加人权相关制裁 任何与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还有政府 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在2021年的3月份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已经将5家中国公司 列入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名单 其中就包括海康威视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 俄罗斯的入侵时间还会在持续4个月 您觉得俄罗斯还能撑那么久吗 请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别忘记点击小铃铛来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方给我们编号